像這個黨內避免火車對照 是不是也希望用協調的方式 那由您來當第一棒 是不是最適合的人選 我剛剛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此時此刻要怎麼樣制衡民進黨 讓台灣的政治能夠回歸 這個陽光的透明的清廉的政治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時刻 這不是說大家在分位置還是搶位置 尤其我們是一個在野黨 今天要怎麼樣來制衡民進黨 要用最大的強大的壓制力 才能夠讓民進黨不至於繼續的腐化 也要讓過去八年所有的弊案 意義能夠攤在陽光下 把該法辦的人來法辦 還有兩岸的和平 不能再把台灣推向戰火 不能再當代理人 魚肉 要怎麼守護台灣 此時此刻是最關鍵的時刻 我想國民黨只有團結 才能夠齊心合力來對戰民進黨 畢竟民進黨整個民進黨都是聊齋 這各種奇異怪人物都有 我想他們就是一個兵團 而且是一個戰鬥兵團 即便打進了紫禁城 坐上了這個皇位 還是打著刺腳 這就是他們固定的屬性 我想此時此刻國民黨已經不是大宰門 不是紅樓夢了 這要很務實地面對 尤其今天中投新玉台 這個黨產 又被民進黨的政府來正式充功 156億都沒有了 我想此時此刻我們有的只有 我們用最強大的戰鬥力 來震懾民進黨 我想今天國瑜跟我這麼多年的好兄弟 不是今天此時此刻在談論某一件事情 我想一二十年來我們都是並肩在作戰的 我想我很了解他 我相信未來這個韓國瑜院長跟傅崑奇總召 我們一定可以強力的壓制民進黨 把所有的弊案全部都把它掀出來 也能夠把國會改革能夠做一次徹底的完成 那對於黨內所有的這些同志願意來服務 我們都非常的高興 把那個民主的政黨 就不可能只有一個人來表態 我想大家表態以後當然可以協商 那協商之後自然有制度有民主的機制 我想我們都會遵照這個方式來進行 我想我們一個小小的一個黨內選舉沒有這麼重要 重要的是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 國民黨只有一條路 就是說不斷的往前衝 不斷的往前跟民進黨拼殺 我想這是我們唯一能夠走的路 唯一您認為說您跟賴石保委員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我想我剛剛你講得很清楚 民進黨今天此時此刻 民進黨都是啊 來自於啊地方啊 這個非常強悍型的這些啊 這個政治人物 人才其倍啊 所以過去啊 在不管是各種溫鬥武行當中啊 這個國民黨一直沒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我想今天啊 這個此時此刻啊 我想柯總召已經很緊張了 昨天他還在講啊 這個隔空放話 不過啊 我相信民進黨知道未來日子啊 不像過去大魚大肉啊 只能不像是你 不愛你 啊 這次是由は